现如今随着人们的活动区域越来越大,很多动物经常会误闯人类的领地,或者是被一些人类经常使用的工具所伤害到,而面对这样的事情,他们往往也会寻求人类的帮助,而现如今人与动物之间也经常能够和平友好的相处。 这步在国外有一只长颈鹿向人们发出求救,人们把长颈鹿铺倒后走近一看,发现心酸的一幕。 事实上这件事说来也非常的巧合,据说一名男子在野外就发现了一只长颈鹿,但细细看下来这只长颈鹿似乎有些异样,随后男子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特点,于是就喊来了一些当地的有关工作人员,而当他们给长颈鹿打了麻药之后,随机用绳子将长颈鹿给铺倒,当时发现这一现象之后都感到十分的心酸。 之所以会这么说,深夜这只长颈鹿的脖子上居然被一根庞大的铁丝给拴住了,而这根铁丝甚至还差点让这只长颈鹿窒息而亡,男子就把这只长颈鹿的铁丝给取了下来,而重获新生的长颈鹿也是非常欢快地走开了。 事实上像这样的事情在国外经常能够看到,毕竟很多动物经常会因为人类的一些行为而受到伤害,而此时也只能再次寻求人们的帮助,毕竟这些动物都是无辜的,他们只是因为家园被破坏了才会有这样的现象。 对此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怎样看法呢?